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服务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 在上一讲次我们介绍了服务传送系统管理 这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13章 服务实体环境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治理技术学院 行销与流通管理系陈建佑老师 担任本讲次的来宾 严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治理行销系的陈老师 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服务实体环境的相关理论与实务的案例 本讲次主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 服务环境的重要性 第二 顾客对服务环境的回应 第三 服务环境模式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 服务环境的重要性 顾客所感受到的服务实体环境 对于顾客服务体验和顾客满意度 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服务环境是指顾客在服务提供地点时 所接触到的周围的实体环境的形式 外在以及其他有关服务体验的要素 服务环境要素对于高度顾客接触 以及以服务人为主的服务业 特别重要 服务环境的规划设计 也是整个服务行销组合 与价值创造相当重要的部分 必须花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营造环境 而服务环境对于行销管理 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 这个部分我们请陈老师 为我们大家详细说明 服务环境的重要性 服务环境对于行销的关于 具有四点的影响 第一点为传达服务讯息 和强化顾客的体验 服务的环境具有包装的功能 服务环境传达了服务的 相关的讯息和氛围 藉由符号线索 将服务经验的独特的本质 与品质的水准 传达给目标的顾客 独特的服务环境设计 也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 让服务企业脱颖而出 此外 服务环境可成为创造 服务绩效的工具与媒介 运用独特的颜色 声音 环境及空间 可强化传递给顾客的服务体验 因此 良好的服务环境设计 可以使服务体验成为顾客的美好回忆 也有助于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或进行服务的作业 例如 近年来 台湾的便利商店朝向复合式的商店经营模式 扩大了店面的营业的规模 设置了许多的位置 增加了顾客停留的时间 以提高商店的营收 第二 支持服务企业的定位与差异化的策略 由于服务具有无形之特性 顾客往往难以评估其品质 因此 顾客必须借由顾客的环境 来推估服务的品质 服务的环境 也以传达服务企业的形象 可以有效与竞争者产生的差异化 进行市场的定位 例如 台湾许多具有特色的民宿 借由特殊的外观的设计 呈现欧化式的城堡风格 强化了住宿的品质 凸显出一般民宿之差异性 而服务业者进行服务环境 重新设计时 也可以作为重新定位 吸引性顾客的目标 例如 台湾麦当劳以 Simple Easy Enjoyment的概念出发 引进了设计 风格品味的元素 借由美学风格餐厅的 再造工程 打造了美学风格麦当劳的餐厅 以品牌的差异化的 优餐的体验 更深化于顾客的 情感的连结 第三 增加了服务的价值创造 服务环境可以塑造 所要带给复客与员工的知觉 创造服务的价值 例如高级餐厅的装潢 和用餐的氛围 就是服务环境所创造的价值 另外 星巴克的咖啡所传达给顾客的 是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 这不是只有借由咖啡的口感 所传达出来而已 星巴克也利用了温馨和雅致的装潢 创造服务的价值 因此顾客所创造的是其所体验到的 整体的价值 而不只是一杯咖啡而已 第四 协助了服务接触 和提高服务品质与生产力 服务环境的设计 必须思考是否有利于服务的接触 以及能否强化服务的品质与生产力 例如主题的游乐园利用清楚的标志 来指引游客寻找相关的协助和服务 儿童的意愿利用温馨的布置 来减少病童的不安和恐惧 另外 部分的服务的实体环境 也设计了许多的相关的辅助的设施 提高了服务人员的工作的效率 或者利用房贷的设置 避免顾客和服务人员犯错 例如麦当劳的餐厅 运用了薯条的产食 可以确保数量的精确 而员工接位接触的产品 也可以维持食品的卫生 银行顾客操作自动提款机时 提款卡及现金推出时的提醒的装置 也可以避免顾客忘记带走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 想必各位同学对于服务环境 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节 顾客对服务环境的回应 服务实体环境对于顾客本身的影响 可以从环境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 那么环境心理学主要是在探讨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知觉 与行为的影响 其中最知名的理论就是属于SOR模式 模式中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刺激 第二是有机体 以及第三反应 我们分别用SOR三个英文字母 形成这个模式的名称 那么这个模式主张 刺激会影响有机体 而使我们这个有机体呢 做出反应 可以来解释服务环境 对消费者的影响 那么SOR的这个模式呢 刺激主要是由感官来接收 也就是顾客经由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以及味觉 来感受服务环境 所呈现的刺激 这些呢 有五官所综合感受的一种刺激 就构成服务环境的范围 那么对于我们顾客而言 就是有机体 产生一种影响 那对于刺激物呢 产生一种解释 形成我们服务企业 或者是服务员员的一种直觉 最后呢 顾客就会做出 接近或者是逃避的一种行为反应 例如台湾许多的主题餐厅 打造的是一种特殊的风格 那么让路过的消费者 可以从这个餐厅的外面的招牌 或者是内部的装潢 来了解里面的一些的内容 而产生心理上的直觉反应 最后那么使得我们决定呢 是否进到餐厅消费 此外 那么情感模式也是经常用来解释 顾客对于服务环境的一种感受 那么这个模式呢 是将人们对于环境的情绪反应 根据愉悦与唤喜 这两个构面的划分 那愉悦呢 是指一个人对于环境的喜欢与否 所引发出来的直觉与主观反应 而唤喜呢 则是指个人所感受到的刺激强度 当我们对于一个服务人员的服务失误 如果感到愤怒的时候 我们可以归入是说 顾客高度的不悦 而且呢 还有就是高强度的唤起 那这个模式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评估 顾客对于服务环境的感受 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节 服务环境模式 在解释服务实体环境 影响顾客行为的相关理论中 最完整的模式呢 应该是属于 Banner呢 在1992年所提出的服务环境模型 我们称之为ServiceScape Model 各位同学可以参阅图中 所显示的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呢 其实是根据SOR模式 所衍生出来的 根据图中的服务环境模型 我们将服务实体环境 当作是一种刺激 该刺激会影响员工或者是顾客 导致员工和顾客的认知 情绪或者是生理的一个内部机制 产生反应 进而引发我们员工或者是顾客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的反应呢 我们主要是分接近或者是逃避的行为 而模式中呢 包括三大类的服务环境的构面 包括周遭的环境 空间与机能性 以及标示符号与装饰 这三大客观的环境的要素呢 会共同塑造人们对于服务环境的整体观感 也就是服务环境的知觉 在服务环境模式中 顾客和员工的反应 它也会受到一些干扰变数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指的是说 相同的服务环境 对于不同的顾客或者是员工 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影响 主要是要看顾客和员工的一个类型 或者是偏好而定 那另外员工和顾客的内在反应 可以分为认知的反应 情绪的反应 以及心理的反应 等三种类型 由于顾客会整体的来评估 这个服务环境的一个刺激因素 因此服务业者在进行 服务实体环境的一个设计 的一个考量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考量的是 整体的一个协调性 以及是整合性 那而有关这个三大的 这个实体环境的相关的构面 详细是如何呢 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同学 详细的做介绍 首先在周遭环境 周遭环境是指 整体的环境的一个背景特性 例如明亮的程度 温度 噪音 气味 或者是现场的音乐等 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我们顾客的感官 当我们顾客接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呢 进一步就会影响顾客的心情跟反应 而常见的这个重要的周遭环境呢 就包括了音乐 气味 色彩以及亮度 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大家详细做说明 在音乐方面的话 音乐是许多服务实体环境中的重要的情境因素 不同的音乐往往带给不同的情绪的反应 也包括了音乐的调性 节拍 音高 旋律 以及音量等 例如节奏快 音量高的音乐 会使得消费者的行动加快 因此速食店 回转收拾 或大型购物的中心等 经常是采用快节奏的 而高音量的背景音乐 如此将使得顾客的行动 与饮食的速度加快 借以提高顾客的流动率与来客数 提高了营业的收入 相反的 节奏慢 音量低的音乐 会让消费者的行动放慢 许多以浪漫情调为主题的西餐厅广为采用 用于减缓用餐的速度 增加了情侣的交谈 进而增加了饮料和餐食的销售 而在气味方面 周遭环境的气味 也会影响顾客对于服务场所的认知 感受与行为 例如香味示意的面包店 咖啡店的咖啡的香味 飘散在室内以及四周环境 对于经过店面的消费者 都会产生了吸引的作用 另外 芳香精油产品的盛行 若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淡淡的花香 或由花香植物所提炼的精油的香味 则会使顾客产生了欢愉的情绪 因此许多的旅馆 餐厅 スパ中心等 都会刻意在服务场所散发天然的香味 让顾客及员工产生愉悦的感受 提升了企业的正面的形象 及服务品质的认知 而在色彩与亮度方面 人们身处在不同的色彩与亮度的服务环境中 也会产生了不同的知觉 因为色彩或颜色 也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反应 及认知过程的重要的因素 根据了曼塞尔的色彩的系统 色彩可以分合三大的构面 包括了所谓的色调 亮度及饱和度 其中色调是指的是基本的色素 包括了红 橙 黄 绿 蓝 电子 色调可以划分成软色 冷色及中色系 软色系有红 橙 黄 冷色系则有蓝 绿 紫 而中色系则有白 灰 黑 不同的色系或色调 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联想与情绪的反应 软色系会带给温暖的感觉 若室内的窗帘 地毯等都是红色 橙色 身处其中会有卵和的感觉 其中海滨度假的旅馆则喜欢采用窗帘 闯单家具布置成改为蓝色绿色 因为冷色系能带来所谓的清凉感 而亮度也会让消费者对于色彩的感受更为强烈 例如橘色的消费环境 通常传达了低价且温馨的感觉 客户买到幸福及舒适 而亮局色则会给顾客更强烈的感受 色彩的高饱和度会给人叫声动 丰富的知觉 低饱和度则会让人感到贫乏且单调 然而人们对于色彩的感觉与诠释 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年龄 性别 职业 种族 社会文化 及教育程度等而有所不同 例如女性则会比男性更偏好粉红色的服务实体环境 中国人感觉黄色与红色是尊贵的象征 日本人则喜欢以白色 宿舍布置空间 但有些台湾人却感觉过于严肃 甚至是不想的颜色 因此在服务实体环境规划的设计时 除了必须思考如何运用色彩与亮度 来影响消费者的知觉外 也需要了解国家的文化及消费者特性差异中 不同色彩及亮度对于目标客群知觉的影响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 在介绍第二个部分空间与机能之前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介绍服务环境的第二个构面 空间与机能 空间是指设备 设施及家具的摆设方式 以及整体的空间规划的感觉 而机能则是指上述的这些项目 能提供给顾客所需要的协助 使得可以顺利地达成服务和消费的目的 尤其是对于某些营业面积较小的服务业者 或者是空间有限的服务项目 有效的整体空间设计和动线规划就更为重要了 例如过去的7-11 全家便利商店等 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如何有效地规划室内的空间设计和动线 摆上各式各样的商品 方便顾客挑选与购买 提高商品的周转率 以及商店的评效 就成为便利商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任务 而随着面临市场的饱和 为了提高来客的单价 让店内的产值极大化 目前门市也朝向了一种 复合式的商店的经营模式 店铺越开越大 旧的门市平均大约是25平 现在展店的平数多半超过30平 而市区外围或者是乡镇型的一种门市 甚至超过了50平 店内的座位数 自动提款机 影印机 还有传承机等 这些设备可说是应有尽有 丰富多元的商品结构 有些位于风景区外围 或者是重要公路旁的便利商店 甚至还提供了临时的停车位 或者是厕所 让消费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满足 那么甚至便利商店 未来也会朝向 无店铺的贩售的领域 提高行路的贩售或者是预购的业务 我们称作是所谓的第二层的店面 那么内容可能包括了年菜 书籍 电脑维修 旅游商品 可说是应有尽有 那除此之外 这个店面也提供了顾客 透过网路购物 到店取货的一种服务 从咖啡店 早餐店的一种零售的这种商店 在变身成为你家最近的量饭店 那么由于空间与机能的配置 对于消费者的心理跟行为 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许多业者 是无不费性心思来做这个设计 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 为我们举一些实际的案例 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说明 好的 军医草森林也用了紫色的力量 来创造所谓的价值的幸福的景点 逐年来成功地打造出 不同系列的幸福的民宿 创造了香草house 以体验取代民宿 交钱给房间的传统的经营的模式 以幸福的感动 激发到房客的梦想的动力 将住宿当成了体验 主人变成了管家 房客与管家之间 变成了朋友般的相处关系 香草的house外形 以大型的木屋做成了主架构 满园的香草植物是景观 也是散布制的一种一环 从新出发的感谢 几粒散播的幸福 全部由内部的团队规划设计 每个房间屏住都控制在小空间 大舒服的中间值 让访客花更多的时间与管家互动 课程的体验景 从玄关阶梯开始 向上到了二楼的地平 到进入卧房的另一段的阶梯 动线在上下间游动 可能是从弯腰局 草叶泡花香草 也有可能是在柜前挑DVD 身体像是长了翅膀 到处在宽广的空间里穿梭飞舞 城市的人们的肢体动作 不再被公式和家务所摆布 让带着纷恼杂念的城市的访客 从自然间得到了疗愈 重新对于生活的感动与光亮 而另外一个案例则是 85度C的咖啡的蛋糕 烘焙连锁店 目前小型的门市 大概是25到35瓶左右 而中型的门市大约是50瓶左右 其成功不仅在电子选择 三角窗及产品的研发 在店面上也花了不少的独到的创意 整体的店面规划方向倾向于外带市 因此店所提供的座位数并不多 仅在旗头或店内摆设了些许的桌椅 让客人消费动线阻碍降到了最低 店面的装潢采用了褐泽色的大理石的方式 配上了大片宽敞透明的玻璃窗 以明亮的灯光及白色的色调为主要的方式 整体而言走简洁高雅 大方的风格 前店后厨式的现场的烘焙 加上了营业的模式 开放式的空间的设计 透过了大片宽敞透明的玻璃窗 不仅展示诱人的商品 也让生产作业过程被路人所看见 很容易让人亲近 抓住了潜在的客源 另外还在装潢精致蛋糕的等厂外 放置相关的物品 让路人一览无遗 形成了橱窗的效应 如果好奇 就可以直接在蛋糕的柜前 观看形形色色的蛋糕的商品 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 更是达到了吸引顾客驻足之目的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 想必各位同学对于什么是空间 什么是机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个垢面 标志 符号与装饰 大多数的服务场所都有标志 符号或者是人工的装饰品 来协助顾客身为何处 那么所欲前往的地方 他是做这样的一个提醒 那么掌握一个顾客 该有的一种行为规范 并正确地认识服务的内涵 或者是方式 因此服务环境 它的标志符号以及装饰品 它是提供了明确性 或者是暗示性的线索 而与服务场所中的顾客 进行一个合一的沟通 例如洗手间的方向 或者是位置 那么在自助吧台上的咖啡机 如何去操作使用 那么高级餐厅 桌上的装饰品等 这些呢 其实顾客 医院百货公司等 那对于一个顾客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顾客来讲 标志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清楚的标志呢 其实可以减轻顾客的时间压力 避免因为时间的紧迫呢 而产生负面的情绪 同时也可以避免服务员 他执行服务流程时 因为被顾客拦截询问 而产生服务中断 影响工作效率 甚至可能会引起 其他顾客的抱怨或不满 但是如果设置过多 那么也可能会造成呢 顾客的一种错乱 例如捷运的台北车站 就曾经呢 遭受民众的批评 认为呢 导引跟资讯的标志呢 其实是越设越多 光是一个车站呢 就可能设置高达 370多面的旗帜 或者是灯香 不仅很多的标志呢 其实是内容重复的 而且呢 排面五颜六色 会让我们的旅客呢 眼花缭乱 就是越看越不清楚 另外呢 服务场所所提供的 标志或符号呢 也应该要注意呢 是否会造成 我们消费者反而有一些 负面的情绪反应 例如 如果在服务场所填满了说 禁止东禁止西的标志 会让我们顾客感觉相当不舒服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服务业者 所要传递的讯息 例如零售商如果担心 他的饼干被捏碎 那如果你是说用禁止重压 还不如呢 我们可以用 我很脆弱 请不要用力挤我 除了以上三个构面 那另外 第四点 人员其实也是 服务环境的一个部分 除了以上的服务环境要素 服务员员的外表 制服 服务语言 或者是行为也可以来强化 服务实力环境所创造出来的 企业形象 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 下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十四章 服务人员管理 内容包括 服务金三角 服务利润链 服务人员管理的循环 以及服务人员管理之特性 欢迎各位同学下回按时收看 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